花莲县政府日前宣布夜市重新开张 堪称花莲南区历史悠久而且最大规模的玉里夜市 在封闭将近两个月之后呢 16号晚间重新恢复营业 玉里仅分局为了避免民众自行解封 在夜市里头边走边吃 违反防疫等规定 因此特别到场加强宣导 在中央CDC为解封之下 16号晚间6点 睽违两个月的玉里夜市重新开张 闷快乐的民众全家大小 宇宙来逛夜市透透气放松一下 也再度重现了玉里镇 每周五热闹的夜市夜晚 不过防疫警戒期间 来逛夜市的还不只有民众而已 玉里仅分局的远景 也在夜市人潮中传说 有的拿着标语告示牌 有的拿着大声工 徒步来加强宣导防疫 希望大家不要自行为解封 口罩一样要戴好戴满 避免一次就不要买钱 然后不要边走边吃这样 然后出入口都要做好那个 十年自生计 花莲县的夜市素有北花莲东大门 南花莲的玉里夜市各自独白一方 而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中央CDC为解封 16号晚间玉里夜市也重新开张 玉里警分局也派员到场宣导违警戒 避免民众自行解封 而在夜市摊翻开吃或者边走边吃 违反防疫相关规定 而在大家做好自身防疫之下 也尽情尽兴地享受了夜市为解封的首页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